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 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穆伊兹访华的有 总统夫人 外交部长 国防部长等 军乐团奏马中两国国歌 军乐团奏马中两国歌 陆伊兹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观看仪仗队分裂室 穆伊兹适应习近平的邀请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同穆伊兹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宣布将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马尔代夫是传统友好近邻 两国人民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建立友好联系 中马建交52年来 两国始终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 守望相助 互利共赢的典范 近年来 两国关系深入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和各领域交流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新形势下 中马关系面临成前起后 既往开来的历史契机 将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符合中马关系发展需要和两国人民期待 中方愿同马方一道 不断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 共同致力于打造中马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深刻阐释了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 习近平强调 中方尊重和支持马方 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坚定支持马方 维护国家主权独立 领土完整 民族尊严 愿同马方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为中马友谊树立新表杆 双方要加强经贸投资 农业园区 蓝色经济 绿色经济 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拓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合作 加强人文交流 中方支持更多马尔代夫优秀学生 来华留学 推动增加两国直航航班 习近平指出 中马同为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拥有相近看法和立场 双方要密切多边沟通协作 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 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共同努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让世界更加和平 更加安全 更加繁荣 中方愿同马方加强协调合作 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 迪拜大会达成的共识 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 穆伊兹表示 我非常荣幸 携多位重要内阁部长 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成为今年中方接待的 首位外国元首 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双方 对发展马中关系的高度重视 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相互支持对方 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这是马中关系 持续良好发展的 坚实基础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 对马尔代夫进行历史性 国事访问十周年 中方为马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大量宝贵帮助 马中合作 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 使马尔代夫人民受益良多 马中有益大桥 已经成为两国人民 有益的象征 我此次参访福建期间 亲眼目睹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亲身感受到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力 马方期待以构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契机 进一步拓展双边合作新渠道 增加双边关系新内涵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马中关系取得更多新发展 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欢迎中方为促进人文交流 采取的积极措施 期待更多中国游客赴马旅游 马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愿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 密切沟通协作 加强相互支持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关于构建珠马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行动计划 以及共建一带一路 灾害管理 经济记史 蓝色经济 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 基础设施和民生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当晚 习近平和彭丽媛 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穆依兹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穆依兹访华期间 双方将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尔代夫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1月10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指出 芬兰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 长期坚持对华友好政策 特别是尼尼斯托总统 一直积极致力于推动芬兰对华务实合作和各领域友好交往 我对此表示赞赏 近年来中芬关系保持平稳发展 两国在森林工业 农食产品 信息通信 能源环保 科技教育 冬季运动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对此感到高兴 习近平强调 中芬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根本原因是双方秉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合作的原则 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方愿同芬兰分享发展机遇 加强互利合作 深化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加强国际事务协调 共同倡导多边主义 维护自由贸易 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推进世界各国现代化 做出积极贡献 当前动荡国际形势下 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更加凸显 中方愿同包括芬兰在内的欧洲国家 坚持以战略视野和长远眼光看待彼此 维护好发展好中欧关系 实现共同发展 尼尼斯托表示 我对习近平主席两次访问芬兰 以及我访华的情景记忆犹新 我们的历次交往都给我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 很高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的 面向未来的分中新型合作伙伴关系 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 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新冠疫情期间 双方也开展了良好合作 中国的发展取得了非凡成就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高 分方愿同中方进一步挖掘潜力 加强互利合作 推动分中欧中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 分方愿同中方密切在国际地区事务中沟通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两国元首还互置新年问候 米尼斯托祝中国人民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王毅参加会晤